两个最大的不同我再次强调 一个是个人论文 一个是宏基的研究计划 注意是宏基的研究计划 所以如果说真的有抄袭的话 这是政府跟宏基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宏基也第一时间发表了谈话 有没有大家讲说 你宏基为什么不敢出来讲话呢 上午的时候再带这个风向 宏基马上就出来讲 当然身为企业啦 也不太想卷入 很低调的告诉大家 整个过程 07年开始 拿了这个案子 名称也写得很清楚 然后怎么做呢 汇整资料啊 还有各机关医化等应用的状况啊 然后也借进国外的方式啊 结果啊等等啊 那他的说法呢 其实呼应了张善政的说法 也呼应了当时的这个林真 就是前农委会资讯中心主任的说法 这几位都是第一时间 就很明快的发表了谈话 然后讲的也都是一样 那相对的我倒是很好奇 这个竹科管理局 有没有啊 竹科管理局呢 这个当初竹科管理局 这个报告也是用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写的啊 然后呢 被这个林志坚拿去做他的个人论文 那林志坚虽然他现在的硕士已经被取消了 那竹科管理局没有被损害清权 没有为什么不去告他呢 这个王洪威一再强调嘛 竹科管理到现在为止没有动作啊 所以董哥你怎么看啊 在这里面会不会一方面啦 大家今天冷嘲热讽啊 哎呀绿营史上罪费啊 哎呀血流成合格毛啊 二方面也是觉得心里毛毛的啊 按照大千讲的 这种东西你能够搜得到十几年前的 你是不是我不知道脑海中浮现一个画面啊 又是一大堆塔利班网军 跑到了政府的哪个电脑里面 去翻箱倒柜 利用手上的公权力 来进行这个个人的一些斗争 没有那是必然这样的 因为林志坚7月5号被捡取以后 然后开始也想说淡化 自己不要出来 可是越打越激烈 变成一师五并的时候 到整个民进党就崩盘了 甚至不是五并 等于说前审所有民进党的 先是首长候选人 都会被问到林志坚的论文 那你怎么打的都是受伤嘛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那时候就开始在找资料 那找资料当然各种单位去爬书 或者从网路上看 只要有张善政这三个字把它建入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跟他相关的 一定是这样 尤其是最好能够抓到抄袭 这个字眼 那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 第一个 因为这家周刊本来跟民进党政府 就非常密切的嘛 我们知道 静周刊的员工 他们那时候很多人去成立的静电室 静电室是十年来NCC唯一通过了一家电室 对不对 那大家都觉得很吃惊 为什么给他过 有工嘛 就有工 那主要的员工是过去的 益座刊过来 就静周刊 打断一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 略言这个时尚最废的爆料 考验台湾人的智商 台湾人智商真的是蛮高的 至少比这个塔绿班要来得高 所以这个血流成河 到现在为止呢 效果没有展现 反而呢 张善政的新闻超火 我们看到今天热搜第一名 张善政 第二名什么 米其林 你知道我看到吃的就很兴奋 今天第一时间点开 就发现张善政的新闻 热搜量还比他要来得高 所以这个董哥你怎么看待 其实绿营很会操作新闻 真的是要佩服他们 真的是超会 那今天一个上午呢 大家都被吓一跳 因为我们是做新闻的嘛 我们也很会搜集资料 那其实当时林志坚 他的论文是怎么被搜到抄袭的 一定是自己人 因为这种东西 你在茫茫的论文海当中 是搜不到的 怎么可能 你知道他抄袭 怀疑他抄袭 但他抄哪一篇你怎么知道 就后来每一篇都出来 台大的 包括这个中华大学的等等 我们看到整个比对啊 什么都是 所以我们给大家比对了很久 很清楚嘛 那张善政就不一样 因为民进党是主政的 所以不可能国民党 遣到什么什么 公部门的一些这个机关里面 去找资料不可能 但是张善政这个东西 大千刚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你怎么看待 民进党煞费苦心的操作 结果落得这般结局啊 因为他们上窮逼楼下航前去找 那当然找到这个 他绝对不敢去挑战 史丹罗大学 也不敢去挑战 康乃尔大学 康乃尔的我们台湾有几个有名学生 李登辉 黄大舟 蔡英文都是啊 对 他是名校啊 刘泰英也是啊 那史丹罗更不用讲 地位崇高 对不对 所以他绝对不会去那边找 他的论文 那他找的就是怎么样 你过去在哪些单位服务 所以就去爬梳到了 洪西 洪基在台湾的地位也是很同高 那洪基去标到了政府这个案子 然后张三正做他的计划组织人 就这样而已就把他地沟倒在都倒上去 那他当然已经弄很久了 很久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家周刊 这家周刊后来成立了净电视 是政府十年来唯一同意成立的 那前阵子被抓到了是怎么样 因为他要求周刊跟电视必须分开 结果没想到周刊有39个人 是让电视台在养 那时候被民众党的蔡壁炉爆出来 才发现说原来你们是勾搭在一块的 那这次这个出来 我老实讲一般人也不会太意外 因为这就是台湾的媒体 主要跟民进党一定要非常密切 他就会给你一些好处 但是你也要做一些事情 好那我们来看 从林志坚事情发生以后 其实台湾还发生很多事情 有警察被杀 有柬埔寨什么事情 这些对民进党一股脑的不利 一件接一件 那民进党里面想方设法 弄了很多东西 他想说这东西 我一定要压概过林志坚 论文抄袭的这个新闻 那有很多东西 其实你发现像柬埔寨这种案子来 大家去讨论柬埔寨 像警察被杀 这个人命嘛 对不对 会讨论民进党想方设法 譬如说他也弄出几个案子 林志庙的案子没有吵起来 对不对 检察官说你贪 宜蘭的老百姓没有人相信 你去问大家讲说 这个就是司法在操作 江山这个案子先第一天 虽然很明快的几位这个当事的都出来讲 你觉得明天还会有烧第二天 烧第三天 烧一个星期的 民进党的媒体会再让他烧个一两天 但是这几天因为桃园的新闻 桃园最重要的新闻是什么呢 是郑保卿偷党出来选嘛 那郑保卿他也有很多他的动作 郑保卿流量都很高 流量很高 而且他抓住了我就是黄信介的信徒 我们过去党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民进党已经违背了党外创党的精神 新党外的运动 这些其实对老党员 或者过去老的支持者很有杀伤力 那这个对民党来讲 这个时候就把这东西丢出来 就是在新闻的概念上 我们抓到张善政有抄袭了 希望把所有东西都掩盖 那掩盖以后 当然你在知识阶层会被人家嘲笑 现在学生也是知识阶层在嘲笑 可是对民进党原来的传统支持者 很多人觉得郑保卿讲的是有道理的 我们要回复过去党外精神 那蔡英文过去根本不在党外 他那时候是死报国民党 那郑英宝也没有参议当初的党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就这样来讲的话 今天民进党丢出这个 就是跟他们一些比较低下阶层的支持者 给他一个交代 然后给他一个说 你看张善政也在抄袭 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 在知识阶层被嘲笑 可是对他的那一些族群 他是有用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他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矿物质远高于 鱼翅啦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 把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